黄中是三国时代一元名将 位列蜀国五虎上将之一 在刘备攻打一周的时候作为先锋 战功显赫 在之后的汉中之战中 黄中率兵攻打定军山 将曹军精锐之师打败 痛斩曹军名将夏侯渊 声名显赫 由此也留下了黄中出镇不服老 老当一壮等历史典故 历史上的真实黄中 真如三国演义上所描述的 是一元须发 皆白老将吗 他直到七十多岁 还能立跋山河 用冠三军吗 其实关于黄中的生年 任何史料上都没有提及 只知道他是足于公元220年 也就是定军山之战过后的一年 黄中的年龄究竟如何 是否真的能划入老将的行列 我们还是根据史书上的记录 去大致推断一下 首先 关于黄中老的历史出处 主要在于三国治署 《书废师传》中记载 刘备拿下一周过后 封赏众人 而黄中论攻凤为右将军 同关羽张飞 马超三人并立 高傲的关羽大怒 并大骂 我怎么能与这个老东西一个级别 不过关羽的原话是 大丈夫中部与老兵同立 而老兵这个称呼 指的其实是军龄教老 而非年龄教老 不然 关羽大可直接称其为 老手或老匹夫 这才是古代骂 老头子的标准用语 关羽之所以用老兵这个称谓 指的应该是 黄中入伍虽早 但在军事上毫无建树 也无任何名气 这种人完全不配 和自己这种身经百战的 元老将军相提并论 事实上 黄中的战绩在之前 确实没有记载 只知道他原本是刘表手下的中郎将 和刘表的侄子刘盘 共同镇守长沙幽谢 后来曹军南下 刘表病死 荆州本地大家族投靠曹操 黄中也被任命为碧将军 仍然驻守幽谢 随后的赤壁之战中 曹军大败与孙刘连军之首 荆州诸郡被刘备趁虚而入占领 黄中才随着韩玄等人一起 投到刘备的麾下 也就是说三国演义上所描述的 关羽黄中大战长沙 关羽脱刀之际亦是黄中 之后黄中为报关羽不杀之恩 以剑射亏英等情节 都是小说中虚构的 随刘备入川后 黄中战绩倒是狠毒 不过对于九居荆州的关羽来说 他无直接的感同身受 故而认为其功劳平庸 不配与自己齐名 关羽口中这个老兵的称谓 并不足以说明黄中的年龄很大 甚至不见得能够证明 黄中的年龄比关羽大 史书上关于黄中的战绩记载 也许更能说明黄中的年龄问题 在三国治署书冠张马黄赵传中 黄中的记载篇幅并不多 仅有寥寥三百字不到 大多数都是战斗记录 先是跟随刘备进兵蜀中 再是自家蒙关折回进攻刘张 然后在刘备战得意周过后 右率军前往定军山 与曹军大将夏侯渊张和等对质 而定军山这一战也成就了黄中的历史威名 大获全胜并斩了夏侯渊将曹操兜气得个半死 在这些战斗记录中明确提到了黄中身先士卒 亲率大军勇闯敌营等细节 很难想象 这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所为 古人的平均年龄不过四十来岁 能活到六七十就已经是个奇迹 所以才有了人生七十古来西的说法 到这个年纪还能气力不衰 像年轻人一样勇汉 亲自上阵破敌斩杀敌将 几乎等同于天方夜谭 诚然历史上有记载的老年武将领也不少 但他们所做的事情并非是披挂上阵杀敌战将 而是在营仗中运筹帷幄 具体指挥部队的战略战术 不到生死关头 他们不可能像轻壮年人一样 亲自拿起武器战斗 而按照史料记载 黄中既然都能经常冲锋陷阵 很明显他的年龄还不足以划入老将的范畴 不过黄中的年龄应该也不会很年轻 既然关羽都能称其为老兵 证明其军陵应该不短 在成都武侯祠中有黄中的塑像 虽然不是白发好手 但胡须为黄色 面相也偏老 可以判定黄中投奔到刘被麾下的时候 应该已经是壮年之灵和刘关章等人是同一个年龄段 这说明黄中之前在刘表麾下担任中狼将的时间也应该很长 那为什么之前的黄中碌碌无为 而投奔刘被之后又能够突然爆发 在战场上大放一彩呢 原因其实也不复杂 之前的黄中一直被人排挤 没有战场表现的机会 三国志上明确记载过 黄中是被刘表所任命的将领 让他和自己的侄儿共同镇守长沙幽县 即荆州目刘表以为中狼将 与表从子盘共守长沙幽县 由此可以看出 黄中在荆州地界应该是属于刘表一系的武将 为荆州本土军事集团所不容 众所周知 荆州主要的军事力量 都是控制在如蔡茂张允这类的大家族的手中 刘表手中并无军权 尽管在安顿荆州事务过后 刘表也曾做过一些努力 来收取军事指挥权 比如说任命刘被北伐 在博望破破敌 但最终都是无功而返 提拔并任用黄中等人作为武将 应该也是刘表试图控制荆州军队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黄中既然是刘表的人 那么自然是不会受荆州军方的待见 黄中长期被闲置 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刘被控制荆州以后 黄中才借助机会脱颖而出 终于有了在战场上表现自己刚猛勇武的机会 由此也看得出 黄中是个优秀的军人 也是个纯粹的军人 他的军事能力是一直都有的 只是始终没有发挥的空间 正应了那句老话 金子在那里都会发光 黄中是个有准备的人 也是个能够把握机会的人 这样我们才看到了 一位猛将在长期的郁郁不得志过后 突然在战场上的爆发 而且是足以名流轻史的大爆发 不过黄中的命运也注定了如流星一样 短暂的灿烂过后便是迅速的陨落 仅仅在定军山之战的高光时刻之后的一年 黄中便何然辞世 而且没有留下子嗣 唯一的儿子黄旭很早就夭折了 关于黄中的死因 任何史料没有记载 是因为战场上的受伤 还是像马超一样的疾病 或是由于操劳过度 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 在古代的医疗条件下 英年早逝的多了去了 光三国时代就有国家 法政周瑜 鲁肃等 这些都是能够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 也依然逃不开死神的召唤 而黄中的地位比不了这些大人物 他的离世也大大影响了 正处于上升期的蜀汉集团 刘备的麾下能争善战的猛将 原本就不多 这一下更是雪上加霜 试想要是黄中能多活上千年 蜀汉帝国在之后的 几次军事行动中的结果 就有可能改变 而诸葛亮在之后北伐的时候 也不至于在用人上如此捉襟见肘 就此我们可以为黄中这个人物打上一个总结 他应该并不算老 但却是大气晚成 他出场晚去世早 也称得上是英年早逝 年轻时代长期的闲置和排挤 并没有磨灭黄中的志向 他一直在磨练着自己等待着机会的来临 而且最终也把握住了机会 走上了人生巅峰 看起来历史上真实的黄中 并非是老当义壮的代表 倒是可以作为一篇相当励志的典范故事 黄中是武虎上将中最早离世的 他加入刘备集团的时间较晚 而且仅仅数年就去世 在史书上的记载篇幅也不大 不过黄中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是可以肯定的 不仅被追视为刚侯 还位列武侯祠武将郎中的第七位 而今成都市依然有黄中路口 黄中小区黄中村等地名 人们走过这些以黄中名字贯头的地方 还能在冥冥中感受到近两千年前的三国历史氛围